在澳洲野营,你会遇到什么? 巨蟹,一米多长,它们中午会悠闲地出来溜弯,所以营地的食物一定要收好。 蜘蛛,太常见了,经常有碗那么大的蜘蛛突然冒出来。 蛇,Oh my God,它就盘踞在洗手间的屋顶。 丁狗,这是一种澳洲野犬,它们虽然长得像柴柴,可是你看那健壮的小身板就知道可不好热。 其实,它的习性更像狼,很有攻击性。 巨型鲰鱼,是的,无论什么生物在澳洲都可以放飞自我。 不过,这些小动物们其实都很友好,人类幼崽才是最可怕的生物。 这次呢,我们就要挑战,带两岁半的宝宝开车1200公里,去世界上最大的沙岛,Fraser Island,来露营。 大胆,我们出去玩? 对,出去玩吗? 对,对,对。 蓝色的天,蓝色的海。 小蝉,你开心吗? 安妮呢? 嗯,安妮也开心。 Fraser Island,位于昆士兰州Brisbane北部250公里处,这是最大的纯沙岛,长122公里,面积有1630平方公里,比上海的浦东新区还要大一点。 而且联合国在1922年就把它列为世界遗产之一。 由于保持的原始风貌,而且全部都是沙地,需要装备区前的夜夜车才能游览。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轮拍放到合适的气压,然后坐渡轮把车子载到岛上。 这个往返的价格呢,是130道澳元,大约615块人民币。 虽然船票小贵,但是澳洲大部分景点都没有门票,除了51道的上岛许可证,也没有其他花费了。 而且我们住的营地每人每天只要6.8澳元,也就是30多块钱人民币,实在太便宜了。 准备在岛上加点油,看来这油价多少钱,91的话是3块钱整,新铮啊。 小费的食物,价格也不贵。 大家好,我们到了这个中途的小镇。 我们来给大家讲讲几个下。 这个大镇,从南边上来第一个大镇, 还可以经过两个,一个叫Happy Valley,还有一个叫Considual。 然后一会儿要去Happy Valley, 好像在这里。 在哪里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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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搭帐篷吧! 女生主正在学习如何搭帐篷。 好久不见 这边看谁来了 嗨 欢迎光临 这是我们的帐篷 来 请进 帐帐帐 帐帐帐 这是我们的双人床 加一个single bed 三个人一起睡 三个人一起睡 然后上面还有一条灯 这里呢 灯我关了 这里呢还有一个重重的小厕所 对 这个打不开 你坐上去好不好 坐上去 坐上去 坐上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重重的小厕所 哦 我说晚上尿尿这不是问题喽 诶 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 真正开心 这还是小客厅 这是一个小客厅 然后这是另外一间房子 凉 一天 哈喽 你好 诶 黄新组在读说明书 哈哈哈哈 专业组已经把帐篷搭好 黄新组还在 黄新组 这个都不会擦了擦吗 黄新组组织绝对是哪错了 可我们找不出出错的地方 咋了 我感觉这个地方撑不起来 我感觉好吃 这地上套了这个 不是也不对 也不对 地上有个环套这个环里 我们套了 这个套上了以后 不是这样 我感觉是改错了 感觉是这个改应该走 然后 不对 因为你看它两个 来 试试这次的小帐篷 来 倒茶 来 这边干了 谢谢 开张 顺利第一天 第一天 第一天 辛苦了 谢谢大家 他会费多少钱啊 五块钱 五块钱 五块钱啊 五块钱的茶 三块钱的天 这一岁正 还有凯文 凯文 你吃饭了 去洗澡了 吃 我可以吃你 我这么想吃你 OK 我可以吃你 是 要不在哪里 那边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就是吊垃圾的地方 岛上是有洗手间的 设施不错 刚翻新过 但是热水澡是限时三分钟 每次投币两块钱 是不是很有当年军训的感觉 好 踏上了 好 踏上了 好 踏上了 哦 哈哈哈 跳走了 跳走了 哈喽 我們現在在岸上 好開心嗎 多開心 謝謝 你們一起走 asleep 放ен 會出現 不是 按 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